我们回来之后 这一地的包裹 我们得拆一下 这里边都是什么东西 大概都是给倩倩的 电视关掉没人看 还是浪费电吧 准备好 丢一大堆纸壳子 很多人说这个 想来我们小区捡纸壳 哪能轮上啊 我这些纸壳丢下去瞬间 大概丢下去几十秒 就有人从对面过来捡走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长长的一根 本钉 被压成这样子不会断了吧 看看 本钉18尺 这是给倩倩的一个 比较轻的一个手感 很不错的鱼盆 我有个3米9的 然后帮倩买了一个 4米5的 因为出去我们用4米5 5米4多一点 3米6 3米9这样子 4米8的用的比较少一点 4米5觉得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长度 哎呦这对边还顶个海绵 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做工 很精细这种被壳的 哎呦很轻啊 超级轻 我天你看它这个手柄 是独一无二的 这每一根都不一样的长的 并且还有个保护塑料 这握起来手感就十分舒服 可以可以 这是倩倩的鱼盖 虽然我有很多干 但是还是给他买一根他自己的干 然后空高悟道 看我们这从项目上就能看出来了 这应该是给它的遮阳伞 当然这些东西我都是有的 我就说另外一套是给倩倩的 哎呦 哇这个包装看着就不错 仿碳纤维纹理的一个包包 然后里边就是散合配件 这个当然我们不方便把它展开 我就不动它了 在这个大箱子 当然也是空沟悟道 其实我钓鱼呢是空沟的粉 打把的粉 所以买东西呢 尽量是买自己喜欢牌子的 我们之前那个钓鱼包是十分十分的大 看我每次跟阿婷 我们俩背着那个包啊 十分的累 所以呢 倩倩女生她没有那么好的体力 所以你看这个包包多小 只有这么一点点的 而且也不重 很轻 整个凳子就在这里边 看 很舒服 看这个是啥 这可能这个 不是我们钓鱼用的 水果盘之类的 因为新家桌上也没个果盘 果然给我猜中了 就是果盘 一个不锈 两个不锈钢的 因为不喜欢 不太喜欢玻璃制的果盘 这个瘪瘪的是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铝合金的水果盘 平整度还可以啊 装饰比较少 简单一些 不喜欢简单的 不喜欢 滑里胡哨的 好这两个放一起 直接把纸箱滑破 我差一点滑到超网头 这是给 见见钓鱼用的超网 看它这个里边 恐怕装不下去 到时候再看装哪 或者给它换更小的头 我们用这个头 这儿还有一套空钩的东西 当然它还有干架呀什么的 就是整整一套 从零开始的新手顶配套装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鱼户 那个超网头 可以装在这个鱼户里边 因为它这个鱼户还挺不错的 还带个箱子 空钩的这些东西 其实有点意思 才知道它的鱼户架 也好这里还有东西 套件可能是 因为这个我给它 果然 椅子上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套件 所以这个箱子里边 你看还可以装好多东西 不光可以装这个 很多钓鱼 钓椅上的套件 也可以装进来 然后就开始这些小东西 现在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小东西 这是给它配的一大堆夜光飘的灯 因为我这次没打算让它用钓鱼灯 因为钓鱼灯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它的缺点了 会金鱼 而且出去带又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给它配的电池 这有五十节电池 足够用了 然后这鱼瓢都是中空的 然后 尾部加粗的这样子的鱼瓢 我看它这个上面有没有放鱼瓢的地方 这好像也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以装鱼瓢 对面可以 这也可以 对这也可以 装鱼瓢什么的插到侧 它这个袋子小是小的点 但是基本的功能还是有 这超网袋子简直太激烈了 谁会带这么小的鱼祸 不过还说真的 我还真有这么大一个鱼祸 刚刚好 我看这个鱼祸可能装进去吧 空钩的话能装进去 看下 我们就不用它那个盒子了 刚刚好好像是 怪不得它有给它的超网做这个包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放进去的 这盒子又没啥用 装这些瓢什么的都可以了 无所谓 这些应该都是瓢 我还给自己买了几个夜光瓢 刚好他们家要出一些新的瓢 看着看着就有点 这就有点夸张了吧 给带的和寒 泉水鱼近视眼用的瓢 鱼腹子的 但感觉还不错 这两个是夜光 日夜用的哈 穿泽的 穿泽制约日夜用瓢 送电池 这个也送点电池 每个瓢都要送点电池 这是彪悍人身的日夜两用 大头瓢 基本瓢都是我的 它的瓢只有一个 一盒是它的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了 拆完 大桶套小桶 这样子丢掉 我们拉开这个 看看凳子里边的配件 它有没有够带全 凳子拿出来 看一下这个石盒 这些肯定是没有的 其他的配件 空沟悟道的都是在下边有 没有石盒 我现在需要的是石盆 好 完美 给它先放起来 等东西全到了再说